上周美国返还了361件套流失的中国文物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及此事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对此发言人表示 中方鼓励所有有利于增进中美两国关系的积聚几措 陆康介绍此次返还的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 是中美两国2009年签署相关备忘录以来 美方第三次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流失文物返还 文物保护本来就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部分 中方对美方的这一积极举动也予以鼓励 我们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在关系发展中 实际上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会有一些问题 甚至会有一些矛盾 但是事实上大家回头看看过去40年 中美关系两个大国关系 它实际上就是有矛盾有分歧 但是更多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 越来越多的合作越来越多的交流 这就是两国关系已经发展到今天相互高度 这个利益高度交融 这么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所有 有利于促进两国 促进两国共同利益 增进相互联系的一切积极的举措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